万一要游了 就生回小孩 就我可以游玩的呢 我发现咱们团的银子 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 看我出来 不能给我拜个年吗 你要不给我拜年呢 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 过了16到17 可以这么说 我送走了猴迎来了鸡 大人啊 瞒不住了 出来打个招 各位好 好好说的 拜年说 如果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如果我现在 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 坐在我前面的鸡膀银 是观众吧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 你能不能大方 除了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不是 不爱书 给我打扮 给我今天 给我打扮 这个小天仙 你给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 换我啥呀 啥小天仙 我这不出来 连你找工作来了吗 毕竟小小养蛤蟆的 就咱们村的 这几年 你是没在家 这蛤蟆 让旁大蛤蟆给养了 越多越大 能有多大 多多大 在咱们乡里头 那也属于是500强 企业之一 我们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 它是500强 他 你没想哪去呀 他要扩大企业 招收高端银财 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 潇洒 威武霸气碎 我怕已经瞧不起你 也不用你打扮呢 瞧不起我 我还不用他呢 此处不留爷 自有养老院 我是金子 我是金子 我迟到有一 我迟到有一 我还你怕我 夸不光啊 这孩子 你回来 回来 你常 你能不能 这词啊 一会儿 进屋了 给唐阿航用上 多甩点文词 当今流行的词 你这套词一说出来 唐大航班都容易给你跪些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呀 FG呀 WC啥的就得用 那我 我 走去 那行 你把这拿了 拿这酒 拿这碗的 拿酒干啥呀 你啥呀 大过年的你能空量 手挡上人家呀 我根本就不想上人家去 我学技术 我跟他根本就不搭边 我这城里边 学的是 用计算机 控制挖掘机 炒菜 我上这个好 我上这地方 我上这些蛤蟆这地方 我 我还能甩子啊 我 那孩子挖点了 这样 那甩子 那蛤蟆 比你甩的多的多了 他又用你甩啥子 我告诉你啊 如果唐大蛤蟆 要把你招收过去 就算完成了 你老姑一个心愿 你值得 我懂得试 听着吗 听着啊 一会儿进屋千万忌妒 你管我叫老姑夫 你管我叫老姑夫 那我不胡吧 咱俩就装不认识 听着吗 不认识干嘛呀 你养蘑菇多有名啊 认识你多有面啊 有什么面啊 你是不知道 西洋情文现在都知道 我跟唐大蛤 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 刚才差不多了 我俩就出于一股会友 不太合一 你这个真的是咱俩是青年 也不能用你 你就站着别动 好 听着吗 听着了 到时看我眼色形式 你进屋了 我看着你什么眼色形式 听声会不 听声会 我总听得玩了 听声 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 抄着起来了 抄着起来了 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 你要给他一嘴巴 哗给你垫头 就这么干 就这么干啥呀 就这么干 我俩要抄着 你就在外头别进屋 听着我乐了 马上进屋 听着没 记住了 记住进屋 笔笔冒虎 老文词 记住没 记住了 咱俩什么关系 我不是你老姑姑 大蛤 都在家里 什么呢 你们笑了吗 我不笑秃了了吗 早 疼着 大蛤 大蛤 再加呢 刚才那人谁 你认识过 你认识不 我不认识 我想揍他 我都没瞅准 那是什么玩意儿呢 那都啊 是吗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我过来看看你呀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啥话呢 大蛤蟆 咱俩这么多年了 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行了 今天你赶着不久 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你呀赶紧就回去 哦 别这么说话 是不是 我觉得呀 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 钱也挣住了 是不是 你还有啥发愁的 我是想把我那个企业做大做强 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哈 大蛤蟆 你现在思想进步了 哎呀 企业做得越大 觉得身边没有银材 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啥子 你跟 我说大毛过 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 说有一个叫小周的 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 哎 这事你怎么知道 有呢 有这事 有 有啊 有 我也是小懵的 哈哈哈哈 这这这呢 企业 企业 怎么 精神不正常 啊 哈哈哈哈 企业 你谁呢 谁谁 刚才谁笑的 笑不笑咋的 跟你有关于啊 出去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我笑了咋的 确定是 你确定是你笑了 你没笑对不 我笑的 我进来了 你好 他蛤蛤蛤 啥话 说啥呢 我爸爸妈妈把你牙都给踢掉 啥话 唐蛤蛤蛤是你叫的吗 这也是唐 唐老板 请 请看 我不认识你 唐老板 你好 我叫 邹大鹏 叫我小周就行了 哎呀 你就是小周 哎呀 初次见面 两瓶薄酒 不成敬意 还望你 还望你 从我手中 把它接过去吧 不是 我想问你 初次见面 你为什么给我送酒 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是吗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 太好了 请请 请坐 请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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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认识 你哪儿认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我们有事 啊 你注意啊 来来来 你赶紧靠边 我不谈事呢 快快快 哎呀 我扶你了 扶你了 你这 缺人吗 啥话呀 啊 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 缺人吗 缺人才 缺人才 我就是人才 哎呀 谁用我谁发财 哎呀 太好了 那这么说 小周同志 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我说救你来了 救我 让你的企业 起死回生 生机勃勃 哎呀 伯大精神 身活有机 虚狗害猪 我长这么大 是我没听过 没听过 就这么棒的潜台词 我就 说心里话 他在我心目中 就这个人 听他说这几句话 肯定是才华 特别的横溢 我说你就别说话了 行不行啊 我们这在谈正事 你说你得 八八八八 你这样 你能呆 你就呆一会儿 不呆你就走 这刚不欢迎你 行不行 你干嘛呢 你呆着 你这么大叔 你没眼泪见 哎呀 这你来 哎呀 怎么这么一大桌 一盘菜呀 你别看 就这一盘菜 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 看见没有 这就鳞蛙 哦 是我亲自养的 这盘菜是今天 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 就等你到日来品尝品尝 哎 哎 藏业说 无功不受禄 大丈夫不识 劫来之时 就凭盘凑菜 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什么意思 不拿你钱柴 不替你吃 吃蛤蟆 那个 有酒吗 哎 有有有 我现在给你请 哎 大蛤蟆 你说 这酒啊 说些里话 就这酒 我都没喝过 你尝尝 怎么哪都用你 那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 你也过来 尝一尝呀 可以啊 喝什么意 也可以 去去去去 小周同志 这个蛤蟆呢 你可以先尝一尝 完事呢 吃完以后 我有个事啊 想详细地问一下 就是 你头卵台 给我发那个叫 PPT啊 批什么 批什么 批 就是PPT 我确实不明了这个 哦 等你吃完以后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先吃 我到后 我去把这材料给你求了 行不 好呀 好好 你卖用啊 卖用 批什么 批什么 你给他发什么 你没加到微信呢 你加微信 没有 那怎么 你好 你好 请问唐总在吗 哪位啊 啊 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 前两天啊 我给唐总发了一份PPT 啊 啊 啊 你就是发PPT的小周啊 对 是我 没事了 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不是啊 我发这份PPT啊 对唐总来讲是相当重要 相当关键的 没用 你发完他也看不懂 你都不 你都不如发点笑话 或者表情啥的 不是 那个请问您是 我 啊 我就是 唐老板是老大 我是唐老二 啊 你有事吗 有事 我跟唐主今天约好了 改天了 啊 他没得嫁 你出去吧 去 没带吗 没带 不是 我就约好了 去去去去 别吃了 别吃了 整茶变了 茶变了 您唐老板 找那小周真来了 啊 那我赶紧吃 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不是 你心这么大呢 哎呀 不是啊 哎 小周同志啊 你看看 我那把这个PPT都列成了 这个我问一下 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谁找我呀 哦 哦 那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 这个是唐总 哦 你好 你好 那个 你听我说 这是招呼服务员的 谁让你来一趟 让我给打我走了 你招呼员 他上饭店呗 他上日干啥呢 啥话呢 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 这小子挺聪明 只要你点头就玩这儿了 我说先生走啊 你 就他来了就别走 这样 既然你来了 我给你找点活干 哎 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我呀 对 就你 不是 啊 对 我 那啥你 这玩意就得从机城做起 你慢慢干点活 你 是不是 你去收拾收东西 你给下招啊 哎 没招呼你呀 你爱啥呀 你收拾桌子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 对影响我们的台势 好好 这个小周啊 没吃完 那又烫不着 小周 我问问你啊 我首先问你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这个碳排放 哎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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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啊 问题 问题 好啊 是 碳排放 嗯 是 平时 喜欢吃火锅不 什么意思 吃火锅 咱们是不是 总喜欢吃那种 铜的碳火锅 有时候是那样 以后改成电池炉 这不是 减少碳排放了 哈哈 不是 你这个 跟我养驴蛙 这有什么关系呢 养驴蛙 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 以后尽量少烤 你可以红烧 或者是生吃 蘸点辣根 这位小兄弟 挺有才呀 但是据我所知道 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国家 正在倡导 低碳经济 和绿色经济 现在咱这个驴蛙养殖 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 说白了 它得有可持续性 它跟你这个什么 烤蛤蟆和火锅 它有关系吗 你这么说 你这么回答啊 你这么回答 你这么回答也对 但是那个老婆 是不是应该 有所作为了呢你 对啊 你干啥的 你干啥 你谈正事 你是干啥的 不是 我 去扫地去行 会扫的 你谈正事 这样这样 来来来来 那个你不用扫了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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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上这儿 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众筹是怎么回事 啊 好了吧 这个有点 说话有点 不拿我当人了吧 我问自己 怎么口啪说话呢 众筹 众筹呢 这还不都 你来我描一下 报表来 众筹 什么意思 种地懂不 农民种地 农民每年都在种地 那 他每年都种 是 他每年都种 每年都种的情况下 今年 种啥呢 种 今天种的 今天种点啥呢 仇啊 种啥呢 你快拉倒了 他还仇 他这不把你仇死 你还得仇 唐总我也解释一下啊 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 就是一种新型的 融资方式 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把大家的钱 放在一起 共同干一件事 说白了 这是对您 是一件好事 那跟什么种地 发不发仇 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快点吧 你这 我自己下位 还当服务员 你们吧 你们别瞎操 这没用 这小你哪的 你服务员 你就扫地就得了 这么大老板 他对钱发愁吗 他这是啥概念吗 不是 你们干嘛呀 不是 你们谈事 是我谈事 那来来 你谈 我走 行不 还有问题吗 啊 不是 那我 我再想问一下 IPO是怎么回事 哈哈 分队人了 你爱过P吗 蒙了吧 IP就是打雷 就 招雷P 就是IP 那么IPO呢 就是P完之后 KO 你明白了 这是你应该给K倒了 且不来了 是不是 P倒了 你瞅你这样 你是没少爱P 你 而且还P的挺严重啊 别这样了 你们谁也别这样 他P的回事 我就回来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不说话 谁到了 你来 你过来 唐总 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 什么叫IPO 首次公开募股 就叫IPO 你今天有点解释一下 你再看看你说的 能一样吗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这么愿意抢答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一个企业 要想搞得好 在销售这方面 你有什么办法 对啊 判法 你说吧 笑话 笑话 判法 他还不 今天你 咋个人才有 哈哈 哎呀 一个字 什么 喝 喝 喝就完了呗 来 很简单的 来唐老板 很 很简单 嗯 比如说你是老板 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好 对不对 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 嗯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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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记住年轻人 咱们谈的是什么 生意 是不是啊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 这解决不了问题 干了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干了 你干有用吗 给面子是不 我凭什么干呢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这位是哥们不 啊 去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 把单拿来签了 不做了吗 啊 你喝完这么多酒 我就把单拿砸了就得签 这就叫谈事啊 不签是不 有你这么谈的 就是不签是不是 你行了行了行了 比我是不 还比我呗 比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 我就签不了你这个 我 行了 别喝了 这么货 什么什么话 这是服务员 你是服务员 怎么跟老板说话 我怎么跟说话 这什么年代了 还是 还是这么财 这么货 什么什么货 跟你说什么 你说这么货 我货不货 我半天我这一个 没说话 我哪有你都要谈满的 你半天一天 我把你给你 你有能力 你有实力 你有能力 我把我买的 谈完你再喝 你啥都没什么 你妈妈 你哥怎么酒你 师傅刚才 谁拿机关枪 扫我一下子 小泽同志 你也别生气了 遇着这种人 没有办法 这样 你啊 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当你回答 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非常有问题 我不瞒你说 这才是真正乡长 跟我派来的人才 小周 你是哥们儿不 你是酒蒙子 太气人了 来来来 你上那边 去 就是酒蒙子 小周同志 我不瞒你说 就像你这类的人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亮 今天是终于 把你给探了 哎呀 唐周 说句最心里话吧 我就是从这个 农村走出去的 在外面这么多年 掌握了一些知识 但是我一想 这些知识还得回归农村 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干一番试验 我早就听说呀 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对呀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 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 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拿我去 拿我去 别说你的大王 这一句大王 拿我 我电话二经过 电话二经过 你要不要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拿我大人过 当什么人 你自己都拿给大人 当什么人 久仰久仰久仰 早文大名了 您就是蘑菇大王 这就是大蘑菇 哎呀 唐总 这样啊 你的零瓦产业 或者蘑菇产业 如果要是强强联手 互相配合的话 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事业 就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哎呀 太好了 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 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 共同发家致富 你看怎么样 没毛病啊 哎呀 唐老板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说 能不能请我大方来吃 都领我 没问题啊 咱这样 以后啊 咱们再起吃饭的时间 还长呢 因为啥呢 我们要一起 共同合作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俩 就是最佳的合伙人 哎呀 走 走 走 来酒呀 来酒呀 谁是最佳合伙人 谁 谁跟谁是一伙人 店有二都不让 店 店我给你打个春天 客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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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